香港電影《國際之名》 這麼多年來不僅帶了無限歡樂給我們 亦令到香港人非常之慈喉 不少外國人都是透過電影去了解香港 當香港人去外地旅行的時候 當地人亦會高呼李小龍、成龍、周潤發、張國榮、梅遠芳這些香港名聲給你 近年香港電影仍得罰佳作 來今年有多少部香港電影了 其實香港電影葉實力依然虹厚 只要把握機遇就可以再次展翅高飛 這幾年香港電影葉有一支異軍大戲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截至18年7月31日 內地票房最高的10部電影 當中有4部 是香港有份參與的中港合拍電影 票房合共至少超過110億元人民幣 香港電影的業界 既可以在香港發熱發亮 亦可以在內地創出一片新天地 更加可以在國際舞台大展拳腳 今年我們推出了電影葉創意報告 題目是轉機炸燃、星光再氣 在融資、製作、發行和推銷這三個範疇 提出百項建議 期望香港電影可以再創高峰 對新、各地的景色 今天一會兒 我們會看到 有些新、各地的景色